哈囉 大家好 我是敗家達人 阿輝輝 那716 我們一起想海大喔 對 我們一起要讓社會重新喚起 對IMB吸睛這件事情的重視器 讓檢調單位更有壓力的 我們知道我們社會的眼睛都在盯著他們 要把事情辦齁 對 不能因為政黨的力量就不去做事情 應該積極的勇敢調查 那現場 我也把我們IMB 對 這就是我們IMB的受害人 就像一顆皮球一樣 到處被踢來踢去 踢給台下的民眾了 讓人知道 我們就是這樣被處理的 然後這以上是我們的講稿 那我已經有放在網路上了 那請大家可以去看 那我現在跟大家念一次 大家好 我是IMB自救會的發言人林嘉輝 謝謝你願意出來 站出來救台灣 先簡單說明一下 IMB吸睛過程呢 我被騙的過程 簡單來說呢 這是一場好幾千人的 被政府誤導所陷入的龐氏騙局 兩年前呢 我想要投資 參加了政府所舉辦的台北金融展 在現場參會上呢 接觸到了IMB吸睛品牌 IMB也是展場中呢 唯有 甚俗如名人代言的 比魯B美和接待公司 並且是連續四年都參與 京廣會指導的台北金融展 兩年前呢 當時我仔細呢 在網路上呢 搜尋IMB 以公司還有負責人的相關司法判決 也將公司的負責人去查了 通稀犯相關資訊 都沒有不良紀錄 那我也查了工商登記 IMB在台湖園經營了長達八年的農資公司 我已經盡了一般民眾投資前能夠做的調查 並且呢 網路上呢 也看到IMB呢 與政府高官呢 還有政商關係良好的廣告 其中包含了民資黨陳歐鴻 稱呼到底的林佳龍 尤其盛竹如也拍影片說 IB是一家合法公正的不動產美衡平台 我因為相信政府和京廣會 拿出了全部的財產 身賬理賠金75萬 這是我斷手斷腳 所以拿到的保險理賠金 全部投資了下去 OIN 那剛開始呢 投資IMB金融產品是 公司的票帖以及不動產債權 一年有7-12%的利息 而且呢IMB平台的保證 如果不動產債權出問題 公司會負責買回債權 他們IMB的總部呢 川城建設呢 也在宜蘭礁溪重劃區有大筆的土地 請我們投資人不要擔心 還鼓吹洗腦投資呢 跟銀行借貸來投資討利 沒想到投資不到兩年 IMB就爆發激進詐騙 總經理呢 曾國偉出面開說明會 說4年來95%債權全是假的 隨後捲款而逃 而我們投資人才知道 原來曾國偉是假名 他本名叫做曾耀豐 是已經被通緝了八年的重大槍炮犯 八年 我們自救會去報案 還寫信給政府 但這三個月來呢 政府互相卸責 互踢皮球 許多自救會的人呢 求助我們家破人亡 被貸款壓得吃不起飯 還有人知道 誰討無望 跳樓自殺 政府就把我們被害人 就像這顆皮球一樣 到處 踢來踢去 以下呢 四五六大使 希望政府 能夠聽得到我們的訴求 第一 為何那個背負四條通緝的槍炮犯 曾耀豐 早在2006年 就列為黑道自民的對象 而且 上過各大報紙頭條的黑道 沒有變臉 只有變老 戴著眼鏡 就可以出來造謠撞片 而且在早期的 川辰公司 還是用曾耀豐的名字來登記的 出席各個公開場合 甚至是政府機關 還與政府的高官 去以參合以 收受彰款政治獻金 司法不敢查辦 這個政府是合法的嗎 司法單位應該勇敢站起來 積極追查 第二點 IMB數年呢 都參加金管會指導 金融延續會主辦的 金融科技展 總統金管會主管 都立臨參觀IMB 早在林全院長施政報告內 說要積極納管B2B產業 結果出事了 變成業者自律 互踢皮球 就是又是這樣子 把我們呢 受害人互踢皮球 唉 能夠參展呢 卻不需要審核 要知道呢 金融產品呢 一旦出事 是上千萬到數十億的經濟數值 受害人呢 都是家破人亡 相當於碰上的盜肥搶劫 第三點 IMB呢 詐騙集團 與民進黨立委 陳歐普 前行政顧問 陳正坤之間 有金錢來往 並且關係緊密 IMB詐騙集團 甚至免費提供免費的 房子 車子 給陳歐普使用 這些全部未申報政治獻金 民進黨 簡單的一支警告 就了事了 那IMB詐騙集團呢 並且與陳歐普的女兒 陳正坤的女兒 共同投資房地產 陳正坤甚至幫忙 隱匿 藏匿犯罪所的移托產 而陳正坤的兒子 經營的旅館內 查出 嫌犯大量的高檔名酒 身為前行政顧問 陳正坤 卻名下沒有任何財產 哭窮的 從五萬元交保 降到三萬元交保 明明兒女有大量的房地產跟公司 脱產手段用到極致 在台灣詐騙呢 只要是裝窮 脱產 就沒事了嗎 出獄後他們家 全部靠覆法所得 就能夠逍遙一輩子 這就是你們要的司法正義嗎 第四點 愛媛詐騙集團呢 可以邀請到 行政院副院長 蔡總統參加尾牙支持 總統秘書長林佳龍證書 並提字 陳兄到底 邀請立委 鄭寶慶參加尾牙 並疑似在 郊西土地開發案中 都有投資 與前議員 袁聖冠同為 鳳凰兄弟會成員 與金管會丁克華 以及台新董事長 吳東亮共同營 跟洪三寶的雙親文教基金會關係密切 甚至事發前幾天 還一起出團參訪 可以公開拜訪 台南市長黃偉哲的市長派公司 讓黃偉哲拿著產品拍照 一起出席紫風車活動 與內政部長林佑昌和哨去參 這裡面是否有政治現金 或者是拿黑金來做政績 建調都應該查下去 其實第五點 早在七年前 七年前 就由民眾檢舉 IMB吸金額 台灣呢 調查局從2016年 就已經開始查 IMB了 但發文給金管會詢問 IMB是否違反銀行法的時候 金管會回覆說 IMB以民間借貸P2P 經營未違反銀行法 那現在他們已經被 以銀行法在那邊調查了 這讓專案小組後續難以爭敗 而金管會明明就知道 IMB已經被調查局發函有吸金嫌疑了 依然每年縱容IMB參加台北金農展 墨學IMB吸金二十五億 金管會的消極不作為 坑殺台灣百姓 明顯有失職過錯 調查局也因為一張金管會公文 七年來毫無作為 請問調查局是金管會的直屬嗎 不是耶 並且呢到去年九月起呢 曾耀豐呢就已經提前開車 到處送現金給乘客權貴 直到今年四月底 我與台大財經妹 在網路上發布IMB吸金詐騙影片 並且成立IMB製救會 集體提告 北檢五月才啟動調查 而嫌犯是不是這麼巧 在搜查前 在開說明會前 就已經將多處的不動產脫產完畢 是不是有人在暗中 理應外合的協助呢 第六點 我們被害人的錢呢 都是轉入星光銀行的一般民眾帳戶 不是公司帳戶 是一般民眾帳戶 正常情況下 我們凝貴 只要提理五十萬現金 銀行就會質問了 交代不清報警處理 那為什麼星光銀行會容許一般民眾帳戶 作為人同戶 進出二十五年的陌生大量的資金 轉入轉出 提零貴提領幾百萬現金 卻多年來不被警示 但到IFR為止 今星光銀行 能來沒有回覆IMB防治洗錢調查報告 什麼時候數據報告 還是又想推卸責任 以上呢就是IMB被害人的發聲 我林佳輝呢 只是一個雙手殘帳 又被騙光殘帳保險金的老百姓 反正我已經什麼都沒有了 只能獲出去爭取公平正義 看到政府與金管會的處理方式 說詐騙是活該 我生氣到不行 所以我站了出來 讓政府與司法辦人員知道 我們幾千個受害者 時刻在盯著 讓社會知道 政府有多少高官權貴與詐騙集團勾結 姑息養監 才養出吸金二十五億的社會毒瘤 這讓我們非常分開 必須在這邊集結吶喊 讓政府能夠嚴懲黑金 強化偵查力量 讓 徹查IMB詐騙金流 與政治上權貴的 觀念責任 讓IMB詐騙出來 一個部落的官錢 坐牢 還我們一個公道 讓台灣司法正義 還有 公平正義 就是這樣子 剛好在四分鐘以內 好 那這影片我就拍到這邊了 那最後感謝一下 有 IMB有一位群友 謝謝他 就是雖然沒辦法出洗單 送給我 跟江儀 就是財經妹 那個 營養品 謝謝 我會轉交給財經妹的 謝謝 好 那 接下來我 禮拜六 一樣會去台北的夏季 旅展 呃 在那邊 擺攤 買麥克風 對唱歌 買麥克風啊 對 然後 就打工 然後 716 大家 我們一起上凱道 正當公平正義 為了愛賓 讓社會 重新喚起 對IMB的關注 我是敗家達人 奧輝 我們下次見 掰掰